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莫言的长篇小说《谈相性》第十七章 小假放歌 红衣大炮呼隆隆 晴天里响雷刮大风 喵喵喵 跟着爹爹来执行 心窝里开花红通通 紫盈盈黄瞪瞪 白生生来呀嘛蓝玲玲 有爹真好,有爹真好 喵喵 爹爹说杀人要比杀猪好 乐得俺一蹦三尺高 乌里哟,乌里哟 今天早晨俺吃的饱 大锅里捞油条 小锅里把牛肉捞 油条里有个血味道 好比一只小死号 喵喵喵喵喵 牛肉里也有血味道 也是一只小死号 无聊,无聊 谈木爵子早煮好 把肥猪身上炼过了 爹爹把着俺手交 爹的手一高 就等着孙炼道 就等着孙炼道 往他的钉上钉木爵 钉木爵呀 钉木爵 钉木爵 喵喵喵喵喵 那边乡 吵吵嚷嚷嚷 游街的队伍过来了 大炮一响不好了 俺的眼睛变色了 又是那通灵虎须显了灵 还眼前的景物全变了 一个人种也没有了 叫场上全是些猪狗马牛 狼虫虎豹 还有一个大鳖 乘坐着八人叫 他就是袁世凯那个老杂毛 别看他的官大 比起俺爹差远了 喵喵喵喵喵喵 俺睁眼就看到了一片红光 不得了啊 是哪里失火了吗 不是失火了 是太阳出来了 麦草铺上有许多小虫 咬得俺全身发痒 半生不熟的油渣鬼 争得俺肚子一夜发痒 连环屁放 俺看到爹啊 现在不是黑豹子 爹啊 现在还是爹 爹手撵着 檀香的佛珠 端坐在那张皇帝爷爷 赏给他的檀香木龙椅上 真是个神器 真是个神奇的爹 俺也曾想 坐坐龙椅过过瘾 爹不让 爹说 龙椅 不是谁都可以坐的 如果没生着个龙椅 坐上去就要生痔疮 骗人吧 爹是龙椅 难道儿子就不是龙椅 如果爹是龙椅 儿子不是龙椅 那爹就不是爹 儿子也就不是儿子了 俺早就听说过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来 打地洞 爹坐在椅子上 半边脸红 半边脸白 眼睛似针非针 嘴唇似动非动 仿佛在做好梦 爹啊爹 趁着他们还没来 就让俺坐坐您的龙椅 过过瘾吧 不行 现在还不行 那什么时候才行呢 等把这件大活干完了就行了 爹的脸依然板着 俺知道 爹板着脸是故意的 他的心里 希望俺喜欢的要命 俺这样的好孩子 人见了人喜 爹怎么能不喜欢呢 俺粘到爹的背后 搂着爹的脖子 用下巴 轻轻地碰着爹的后脑勺子 您不让俺坐龙椅 那您趁着他们还没来 就给俺讲一个北京的故事吧 天天讲 哪里有那么多故事 俺知道爹的厌烦是假装的 爹其实最愿意给俺讲北京的故事了 爹 讲吧 没有新故事 就把讲过的旧故事再讲一遍嘛 旧故事有什么意思 岂不闻 好话听三遍 狗都不听 爹 狗不听 俺听 你这小子 真是拿你没办法 还有点功夫 就给你讲一个锅猫的故事吧 爹给俺讲过的故事 俺一个也没忘 一共有一百四十一个了 一百四十一个故事都在俺的脑子里装着 俺的脑子里有很多的小抽屉 好像中药铺里的药厨 一个抽屉里藏着一个故事 还有许多的小抽屉空着呢 俺把小抽屉里的故事过了一遍 没有锅猫的故事 高兴 真高兴 这是一个新故事 俺把第一百四十二个抽屉拉开了 等着装锅猫 咸丰年间 北京天桥来了父子两个 爹叫锅猫 儿子叫锅小猫 父子两个都会口气 你知道什么是口气吗 就是用嘴能够模仿出世间各种各样的声音 咱们会学猫叫吗 大人讲话 小孩子不要插嘴 爷儿两个在天桥卖艺 很快就有了名气 爹那时还跟着于姥姥当外甥呢 听到了消息 背着姥姥 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天桥去看热闹 到了那里后 只见在一块空地上 围了一大圈人 爹那时个子矮小 身体瘦弱 从人的腿缝里钻进去 只见一个小孩坐在小板凳上 面前守着一个帽子头 从一道青色布帘背后 传出了一只公鸡的打鸣声 一只公鸡打了鸣 然后就是远远近近的几十只公鸡 此起彼伏地打鸣 听得出来 这些打鸣的公鸡里 还有几个当年的 没扎拳羽毛的小公鸡 出血打鸣的声音 听得出来 小公鸡一边打鸣 一边抖擞翅膀 发出了噗噗噗噗的声音 接着是一个老婆子 催促老汉和儿子 起床的声音 老头子 起来吧 老头子咳嗽 酷弹 打火抽烟 用烟袋锅子敲打炕檐的声音 儿子打呼噜声 老太太催促儿子的声音 儿子起来 嘟弄声 打哈欠的声音 摸索着穿衣的声音 开门声 儿子到墙角上小便的声音 接着听到打水洗脸声 老太太点火烧水的声音 拉风向的声音 然后听到姨儿两个 到猪圈里抓猪的声音 猪满圈乱窜的声音 猪把圈门碰破的声音 猪满院子乱跑的声音 猪把水桶撞翻 把尿罐碰破的声音 猪往鸡窝里钻 把鸡窝里的鸡吓得 咯咯哒哒惊叫的声音 鸡飞上了墙头的声音 猪的后腿被儿子扯住了的声音 爹上前与儿子一起拉住猪的后腿 从鸡窝里往外拽的声音 猪的头卡在鸡窝里大叫的声音 把猪的腿用绳子捆住了的声音 爷儿两个把猪抬到杀猪床子上的声音 猪在床子上挣扎的声音 儿子用棍子敲打猪的脑袋的声音 猪挨打后发出的声音 然后又听到儿子在石头上磨刀的声音 爹拖过了一只瓦盆 等待着接血的声音 儿子把刀子捅进了猪脖子的声音 猪中了刀的声音 猪血从刀口里喷出来 先是滋到了地上 然后流到了瓦盆里的声音 接下来是老太太用大盆端来热水 一家三口手忙脚乱的退猪毛的声音 退完了猪毛 儿子开猪膛往外取内脏的声音 一条狗凑上来 叼跑了一根猪肠子的声音 老太太打狗骂狗的声音 儿两个把猪肉挂在了肉架上的声音 顾客前来买肉的声音 买肉的人里有老婆婆 有老头 还有女人和孩子 肉卖完了 儿两个数钱的声音 数完了钱 一家三口围在一起喝年舟的声音 突然间那道青布帘被拉开 众人看到 帘子后边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干把老头子坐在那里 大家鼓起掌来 好 那个小孩站起来 端着帽子头转着圈收钱 铜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帽子头里 也有一些铜钱落在了地上 这件事是爹亲眼所见 半句谎话也没有 还是那句老话 行行出状元 爹讲完了故事 继续闭目养神 俺却深深地沉醉在故事里 不愿意出来 爹讲的又是一个 儿子和爹的故事 俺觉得爹讲过的 所有儿子和爹的故事 其实都是讲俺爷两个自己的故事 爹就是那个耍口气的锅猫 俺呢 就是那个端着帽子头 在场子里转着圈子收钱的小男孩 喵喵喵 俺爹在京城里进行了那么多次的杀人表演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看客 看客们都被俺爹的绝活吸引 俺仿佛看到了人们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如果俺那时在爹的身边 手里端着一个帽子头 头上顶着一张小猫皮 转着圈收钱 该有多么好啊 俺一边收钱 一边学着猫叫 喵喵 该有多么好啊 俺们能收多少钱啊 爹 真是的 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认了 把俺带到京里去 如果俺从小就在你身边 俺现在也是个杀人的状人 爹刚回来那这儿 有人悄悄地对俺说过 小贾 你爹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是个什么 是个介石还魂的鬼 小贾你想想 你娘死的时候 对你说过你有爹没有 没有吧 肯定没有啊 你娘死的时候 都没说过你有一个爹 现在突然来了一个爹 好似从天上掉下来的 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他如果不是一个鬼 还能是个什么 操你们的娘 灭我灭我 俺提着大砍刀 向那些嚼舌头的奸人扑过去 俺没爹没了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有了爹 你们竟然敢说 俺爹不是俺爹 不但不是俺爹 还说俺爹不是个人 是个鬼 你们真是小耗子舔弄猫定眼 大了胆了 俺举着大刀 最准他们就扑了上去 喵喵 俺一刀下去 能把他们从头 踢到脚后跟 俺爹说 在行点上 这就叫大批 俺今日就大批了你们 这些敢说俺爹 不是俺爹的狗杂种 那些人 驾动了怒 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 快跑快跑 放疯了 小心点 你们这些长尾巴耗子 俺爹不是好惹的 俺爹的儿子也不是好惹的 谁如果不信 去过来试试看 俺爹是坐龙椅的刽子手 皇帝爷爷封他先斩后奏 见人杀人 见狗杀狗 俺就是俺爹的刀斧手 看人好似杀猪狗 俺要求着爹 再给俺讲一个故事 别黏糊了 准备准备吧 别到了时候手忙脚乱 俺知道今天是干大事的日子 干大事的日子 也就是俺爷们大喜的日子 今后讲故事的机会多着呢 好东西不能一次吃完 只要指好了谭香行 俺爹心里欢喜 还愁他不把肚子里的故事 一件件的讲给俺听吗 俺起身到席棚后边 去拉屎撒尿 顺便着看看周围的风景 大戏篓子 升天台 一群野鸽子在阳光里飞 翅膀子 噗噗噗噗响响响 轿场的周围啊 站着一些大兵 木桩子 大兵 木桩子 几十门钢铁大炮 趴在轿场的边上 有人说啊 那是鳖炮 俺说那是狗炮 鳖炮 狗炮 滑溜溜 汪汪叫 鳖盖上长青苔 狗身上长毛豪 喵喵喵喵 俺转到席棚前 手爪子闲得痒痒 想找点活干干 往常理这时候 俺已经把猪狗 杀好挂在架子上了 新鲜的肉味 跟着小鸟满天飞 买肉的人 已经在俺家铺面前 站队排号 俺提着大砍刀 站在肉案子前 手抓着热乎乎的飞镖 一刀劈下去 要多少就是多少 几乎不差分毫 买肉的人 对着俺 把大拇指翘 小贾真是好样的 俺知道俺是好样的 用不着你们来说道 可今天 俺在这里跟着爹 第一次干大活 这活比杀猪重要 那些买肉的主顾怎么办 怎么办 没法办 你们今天就吃一天斋吧 爹不给俺讲故事了 真无聊 俺转到锅灶前 看到灶里的火已经熄了 锅里的油也平了 锅里的油明晃晃的 不是油 是一面大镜子 青铜的大镜子 比俺老婆那面还要明亮 把俺脸上的每根毛毫 都倒映出来 灶前的泥土上 和灶台上 干扒着一些黑血 宋三的血 宋三的血 不但撒在灶前的泥土上 和灶台上 而且还撒在了油锅里 是不是因为油锅里 撒进了宋三的血 才这样明亮呢 等执完了弹箱形 俺要把这锅油搬回家 俺放在院子里 让俺老婆照他的脸 他如果对俺爹不好 俺就不让他照 昨天夜里 俺正在迷迷糊糊的睡觉呢 就听到 巴沟一声响 宋三一头 扎到油锅里 紧托慢捞 他的头 已经被滚油 炸得半熟了 真好玩 喵喵 是谁的枪法这样好 俺爹不知道 听到枪声赶来探看的官兵们 也不知道 只有俺知道 这样的好枪法的人 高密县里只有两个 一个是打兔子的牛青 一个是当支县的钳钉 牛青只有一只左眼 右眼让土枪炸糖崩瞎了 瞎了右眼后 他的枪法大劲 他专门打跑兔 只要牛青一脱枪 兔子就要见炎王 牛青是俺的好朋友 俺的好朋友 是牛青 还有一个神枪手 是支县老爷 钱丁 俺到北大荒 挖草给俺老婆治病时 看到钱丁 带着春生和刘普 正在那里打围 春生和刘普 骑着牲口 把兔子轰起来 支县纵马上前 从腰里拔出手枪 一甩手 根本不用瞄准 巴羹 兔子蹦起半尺高 掉在地上死了 俺趴在枯草里 不敢动他 俺听到春生 满嘴里抹密 称赞支县的枪法 刘普却垂头 坐在马上 脸上没什么表情 猜不透他的意思 俺老婆说过 支县的亲信 刘普是支县夫人的干儿子 是个有来头的大人物的儿子 满肚子学问 一身的本事 俺不信 有本事还用给别人当催吧 有本事就该像俺爹那样 举着大刀 涂着红脸蛋子 叉叉叉叉叉叉叉 六颗人头落了地 不是支县枪法好 只是让他碰了巧 瞎猫碰上了一个死耗子 下一只 就不一定能打中了 支县仿佛知道了俺的想法 抬手又一枪 把一只在天上飞着的小鸟 给打下来了 死小鸟 黑石头 正巧吊在了俺的手边 妈妈的 神枪手 喵喵 支县的猎狗 跳跃着跑过来 俺攥着小鸟站起来 恶呼呼地烫手 狗在俺面前 一窜一窜地跳跃着 汪汪地大叫 狗俺是不怕的 狗是怕俺的 高密县里所有的狗 见了俺都夹着尾巴疯叫 狗怕俺 说明俺的本相 如同俺爹 也是一只黑豹子 支县的狗 看起来很狂 其实啊 从他的叫声里 俺就听出了 这东西 尽管有点狗障人事 但心里头 还是怕俺 俺就是高密县的狗阎王 听到狗叫 春生和刘普 骑着牲口包抄上来 刘普跟俺不熟 但春生是俺的好朋友 他经常到俺家店里喝酒吃肉 每次俺都给他看高头 小贾 你怎么在这里 你在这里干什么 俺在这里挖草药呢 俺老婆病了 让俺来给他找那个 红梗绿叶的断肠草呢 你认识断肠草吗 如果你认识 请你马上告诉俺 俺老婆病得可是不轻的 支线到了俺近前 虎着眼睛 上上下下地打量俺 问俺哪里人是啊 姓甚名谁啊 俺不回答他 嘴里乌里哗啦 小时候俺娘就叫到俺 说见了当官的问话 就装哑巴 俺听到春生 在支线耳边敲声说 狗肉稀释的丈夫 是个半傻子 臭你个姥姥的春生 俺财刚还说 你是俺那好朋友呢 这算什么好朋友 好朋友 还有说好朋友 是半傻子的吗 你 你 臭你奶 你说谁是半傻子 如果俺是半傻子 你就是一个全傻子 牛青使一杆土枪 打出来是一堆铁沙子 支线使一支羊枪 打出来是一颗毒子 宋三的头上 只有一个窟窿 你说不是支线打的 还能是谁打的呢 但支线 为什么要把宋三打死呢 哦 俺明白了 宋三一定是偷了支线的钱 支线的钱 能随便偷吗 你偷了支线的钱 不把你打死 怎么能行 活该 活该 你平常里 仗着衙门里的威风 见了俺连哼都不哼一声 你欠了俺家里五吊钱 至今还没还 你没还 俺也不敢要 这下好了 俺家的钱 虽然下了 但是你的命也丢了 是命要紧 还是钱要紧 当然是命要紧的 你就欠着俺家的钱 去见阎王爷爷吧 昨天夜里 枪声一响 官兵们一窝蜂式的拥过来 他们七手八脚的 把宋三的上半截身体 从香油锅里拖出来 他的头香喷喷的 血和油一块 往下滴里 活像一个刚炸出来的 大个儿的糖球葫芦 喵喵 官兵们 把他放在地上 他还没死 利索 两条腿一抽一抽的 抽着抽着 就成了一只 没被杀死的鸡 官兵们都大眼 瞪着小眼 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头目跑来 把俺和俺爹 急忙推到席棚里 然后 向着方才射来的子弹方向 啪的放了一枪 俺还是生平第一次听人 在耳朵边上放枪 洋枪 听人说 是德国人制造的洋枪 一枪能打三里远 枪子能穿透一堵墙 官兵们学着 那头目的样子 每人朝着那个方向 放了一枪 放完了枪 枪口里 冒出了白烟 火药味喷响 大年夜里 刚放完鞭炮 也是这个味道 然后那个头目 就吆喝了一声 喵喵 官兵们乌天凹地 朝着那个方向 追了过去 俺刚想跟着他们去看热闹 胳膊却被俺爹给拽住了 这群傻瓜 我哪里去追 支线肯定是骑着他的快马来的 你们忙活着从油锅里往外拖送三十 支线就骑着马跑回县衙去了 他的马是一匹赤兔马 全身红毛 没有一根杂毛 跑起来就是一团火苗子 越跑越旺 呜呜的响 支线的马 原来是官老爷的马 日行千里不吃草料 饿了就吃一口土 渴了就喝一口风 这是俺爹说的 俺爹还说 赤兔马其实应该叫做赤兔马 应该叫喝风马 吃土喝风马中的精灵 真是一匹豪马 真是一匹宝马 什么时候我能有这样一匹宝马呢 什么时候俺要有了这样一匹宝马 应该先让俺爹骑 俺爹肯定舍不得骑 还是让俺骑 好东西要先给爹 俺是个孝顺的儿子 高密宪最孝顺的儿子 来州府最孝顺的儿子 山东省最孝顺的儿子 大清国最孝顺的儿子 喵喵 官兵们跑过去追了一会儿 然后就三三连连地走回来 赵老老 为了您的安全 请您不要离开西鹏半步 这是元大人的命令 俺爹也不回答他 只是冷笑 几十个官兵把我们的西鹏团团包围住 秘乎秘乎 把我们当成了宝贝户起来了 头目吹灭了西鹏里的蜡烛 把俺们爷俩安排在月光照不到的地方 他还问俺爹锅里的檀木橘子煮好了没有 俺爹说基本好了 头目就把灶堂里的皮才掏出来 用水把他们浇灭 浇炭味很香 俺用力地抽动着鼻子 在黑暗中 俺听到爹也许是自言自语 也许是对俺说 天忆 天忆 他寄了檀木橘子 爹 您说什么 儿子 睡吧 明天要干大活 爹 给您吹吹背 不用 给您挠挠痒 睡吧 睡吧 天明后 官兵从西鹏周围撤走 换上了一波德国兵 他们分散在教场的周围 脸朝外 屁股朝里 后来又来了一波官兵 也散在教场周围 与德国兵不同的是 他们是屁股朝外 脸朝里 后来又来了六个官兵 六个德国兵 他们在习鹏周围 站了四个 在升天台周围 站了四个 在戏台前面 站了四个 站在习鹏周围的四个兵 两个是羊的 两个是圆的 他们的脸都朝着外 背朝着里 四个人要比赛 都把身子挺得棍直 喵喵 真直 爹 撵动佛珠的手 停了片刻 一个老和尚入了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俺老婆经常这样说 俺那眼 锥子扎在爹的手上 喵喵 这可不是一般的手 是大清朝的手 国手 是慈禧老太后 和万岁爷爷的手 慈禧老太后 和万岁爷爷 想杀谁了 就用俺爹的手杀 老太后对俺爹说 我说杀把子呀 帮咱家杀个人去 俺爹说 得令 万岁爷爷说 我说杀把子 帮咱家杀个人去 俺爹说 得令 爹的手真好 不动的时候 两只小鸟 动起来时 两片羽毛 喵喵 俺记得老婆 曾经对俺说过 说爹的手小得古怪 看着他的手 更感到 这个爹不是个凡人 如果不是鬼 那肯定就是仙啊 打死你 你也不会相信 这是一双 杀过千人的手 这样的手 最适合干的活 是去给人家接生 俺这里 把接生婆 称作吉祥姥姥 吉祥姥姥 姥姥吉祥 哎呀 俺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俺爹 说在京城里的人家 都叫他姥姥 他是一个接生的 但接生的婆婆都是女人 俺的爹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吗 是个男的 俺给爹搓澡时 看到过爹的小鸡 一根冻青了的小萝卜 嘿嘿嘿 笑什么 嘿嘿嘿 小萝卜 傻儿子 喵喵 难道 男人也可以接生 男人接生 不是要让人笑话吗 男人接生 不是把人家 女人的定钩 都给看到了吗 看见人家 女人的定钩 还不被人家 用乱棍打死吗 想不明白 越想越不明白 哎 没有心思去想这些 俺爹突然地睁开了眼睛 打亮了一下四周 然后将佛珠挂在脖子上 起身到了油锅前 俺看到爹的影子 和俺的影子 都倒映在油锅里 油锅里的油 比镜子还要明亮 把俺们脸上的每个毛孔 都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了 爹把一根檀木角子 从油里滴拎出来 油面黏黏乎乎地破开了 俺的脸也随着变了 变成了一个长长的羊脸 俺大吃一惊 原来俺的本相是一只山羊 头上还伸着两只脚 咪哟咪哟 知道了自己的本相 俺感到十分失望 爹的本相是黑豹子 支线的本相是白老虎 老婆的本相是大白蛇 俺竟然是一只长胡子的老山羊 山羊算个什么东西啊 俺不当山羊 爹将谭木角子提起来 在阳光下观看着 好像一个铁匠师傅 在观看刚刚锻造出来的宝剑 角子上的油 如明亮的丝线一样 落回到锅里 在粘稠拉丝的油面上 打出了一个个小漩涡 爹让角子上的油空得差不多了 就从怀里摸出一条白绸子 轻轻地将角子擦干 角子上的油很快就把白绸子吃透了 爹将白绸子放在锅台上 一手捏着角子的瓣 一手捏着角子的尖 用力地折了折 角子微微地弯曲了 爹一松手 角子立刻就恢复了原状 爹将这根角子放在锅台上 然后低练起另外一根 也是先把油空干 然后用白绸子擦了一遍 然后放在手里弯弯 一松手 角子马上又恢复了原状 爹的脸上出现了十分满意的神情 爹的脸上很少出现这样的幸福表情 爹幸福了 俺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咪呜咪呜 谭香行真好 能让爹欢喜 咪呜咪呜 爹将两根谭木角子 提到席棚里 放在那张小桌子上 然后他跪在席上 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 仿佛那小桌子后边 供养着一个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神灵 跪拜完毕 爹就坐到椅子上 把手掌照在眼睛上望望太阳 太阳升起 已经有一株肝膏了 往常里这会儿 俺差不多已经把猪肉卖完了 接下来的活 俺就要杀狗了 爹看完太阳 眼睛根本不看 嘴巴 他却给俺下了一个命令 好儿子 杀鸡 喵 喵 喵 爹一声定向 俺心中开花 喵 喵 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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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热热闹闹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俺从刀楼里 选了一把亮晶晶的剃骨用刀子 送到了爹的面前 爹 让爹看看 爹点点头 俺走到鸡前 鸡看到俺就咕咕嘎嘎的扑愣起来 扑愣着屁股一掘 拉出了一堆小白屎 往常里这时候 他正站在土墙上打鸣呢 今天 他却被俺用绳子拴在一根木桩子上 俺把小刀子叼在嘴里 腾出手 把鸡的翅膀拧住 把他的腿放在了俺的脚下踩着 爹早就告诉俺 今日杀鸡不是为了吃他的肉 而是为了用他的血 俺把一只黑色的大腕 放在了他的脖子底下 等待着接血 公鸡的身上滚烫滚烫 他用头在俺的手里挣扎着 俺捏住了他的头 让俺不老实 我看你还敢不老实 死到零头了你还不老实 不比你劲头大多了 狗比你凶多了 俺都不害怕 难道还怕你一个小鸡子 臭你姥姥的 俺把他脖子上的毛撕吧撕吧 将他的脖子上的皮肤绷紧 用小刀子利索地拉了一下 他的脖子就裂开了 先是不出血 俺有点紧张 因为俺听爹说过 执行人如果杀鸡不出血 后边的事情就会不顺利 俺赶紧付了刀 这下好了 紫红的鸡血哗哗地窜出来了 似一个酣睡了一夜的小男孩 清晨起了撒尿 哗啦哗啦 咪哟咪哟 白毛公鸡血旺 躺了满满一黑碗 顺着碗颜往外流 俺把软绵绵的白公鸡扔在地上 好了 爹 杀完了 俺对爹招招手 脸上堆积着厚厚的笑容 儿子 让俺跪在他面前 他将两只手都浸在鸡血里 好像要他们喝饱似的 俺想 爹的手上有嘴巴 会吸血 好儿子 闭眼 让俺闭眼 俺就闭眼 俺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俺用手抱住爹的腿 用额头 碰撞着他的膝盖 嘴巴里自己钻出 喵喵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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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膝盖夹夹俺的头 好儿子 抬起头 俺抬起头 仰望着爹爹动人的脸 俺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没有爹时 俺听老婆的话 有了爹 俺就听爹的话 俺突然想起了老婆 一天多不见面 他到哪里去了 喵喵 爹把两只手 往俺的脸上抹起来 俺闻到了一股 比猪血腥臭许多的味儿 俺心里很不愿意 被抹成一个鸡血脸 但爹是有威严的 不听话 爹会把俺送到衙门里 打屁股 有一时 十五 二时 二时大板 就把俺的屁股 打得劈开肉绽 喵喵 爹的手 又往碗里站着 继续往俺的脸上抹 他不但抹俺的脸 连俺的耳朵都抹了 他在给俺抹血的时候 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竟把血 弄到了俺的眼睛里去 俺感到眼睛一阵疼痛 咪喵喵 眼前的景物 变得模模糊糊 蒙上了一层红雾 咪喵喵 爹 爹 你把俺的眼睛弄瞎了 俺用手掌擦着眼睛 喵喵的叫唤着 越擦越亮 越擦越亮 然后就突然的亮堂堂起来 不好了呀 不好了呀 咪喵咪喵 通灵虎虚显灵了 咪喵 咪喵 爹没有了 在俺们的面前 站着一个黑豹子 他用两条后腿 支愣着身体 两只前爪子伸到了鸡鞋碗里 沾染的通红 雪珠从那些黑毛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 看起来 他的前爪子仿佛受了重伤 他将鞋爪子 往自己生满粗绒毛的脸上涂抹着 把一张脸涂抹得红彤彤的 变成一朵机关花 俺早就知道爹的本相是只黑豹子 所以俺也没有大惊小怪 俺不愿意让火须一直显灵 显一会儿灵也就够了 但是这次显灵很绵缠 咪喵咪喵 怎么着也恢复不到正常的看法里了 这有点烦人啊 但也没有办法 俺心中半是忧愁半是喜欢 忧愁的是眼前见不到一个人 总是感到别扭 喜欢的是 毕竟没有第二个人 能像俺一样看到人的本相 俺把眼光往私下里一放 就看到那些在教场里 站岗的援兵和羊兵 都是一些大尾巴狼和土尾巴狗 还有一些野梨子什么的 还有一批既像狼又像狗的东西 从他的衣服上俺认出了 他是那个小头目 他大概是狼和狗配出来的东西 俺这脸把这种狼和狗配出来的东西 叫做狗混子 这东西比狼无赖 比狗凶狠 被他咬了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 喵喵喵 俺那黑豹子爹 把碗里的鸡血 全部涂抹到了他的脸上 和前爪伤后 用他的又黑又亮的眼睛 看了俺一眼 似乎是微微的对俺一笑 嘴唇咧开 露出了一嘴焦黄的牙齿 他的模样 虽然变化很大 但爹的神情和表情 还是能够清楚的辨认出来 俺也对他咧嘴一笑 喵喵 他摇摇摆的朝那紫红色的椅子走去 尾巴把裤子高高的撑起 他坐在椅子上 眯起眼睛 显得十分安静 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打了一个哈气 喵 就坐在他的身后的木板上 看着升天台的影子 歪斜地躺在地上 俺摸索着爹的尾巴 爹伸出了那条生长着肉刺的大舌头 巴达巴达地舔着俺头上的毛 喵呼噜 俺睡着了 一阵吵闹声把俺惊醒 喵喵喵 俺听到喇叭杨号和铜锣扬鼓的声音混在一起 还有大炮的声音从这混合声里又粗又壮地突出来 俺看到升天台的影子已经变得很短很短 一大片尽量耀眼的东西正从大街上往叫场进发 叫场边缘上那些大炮蒙着绿衣裳不知何时被剥去了 闪出了青蓝色的炮身 每门炮后都活动着四个穿着衣裳的蓝狗 虽然隔着很远 但他们身上的毛 南投俺的眼睛 大炮像老鳖一样伸缩着脖子 撑一下脖子就吐出一个火球 吐出一个火球之后就喷出一口白烟 那些狼呀狗呀的在炮后木偶一样的活动着 小模样实在是滑稽极了 俺感到眼睛里刹得紧 想了想才明白俺是出了汗 俺用衣袖擦脸把衣袖都擦红了 这一擦不要紧 眼前又发生了变化 先是黑豹子爹的脸不是豹子了 但他的身子还是豹子 屁股后面还是鼓鼓囊囊的 尾巴显然还在那里 然后那些站岗的士兵们也把头变成了人头 身子还保持着狼啊狗来的 这样就舒服多了 这样俺就感到心里踏实了不少 知道俺还在人世间活着 但爹的脸上的表情还是怪怪的 不太像人样子 不太像人样子也是俺的爹 他用大舌头填俺的头石 俺幸福的一个劲哼哼 正在进入轿场的队伍里 有一顶蓝泥大轿 轿前是一些举着 齐罗散善的人头瘦身的东西 排轿的是些马身子人头 或者是马头人身子的东西 还有一些牛头人身子的东西 大轿的后面是一匹大洋马 马上蹲着一个狼头人身的怪物 俺当然知道他就是德国驻青岛的总督克罗德 俺听说他原本骑的那匹大洋马 让俺老丈人用土炮给毁了 这匹大洋马肯定是从他手下的小官那里抢来的 再往后还有一些马 马后是一辆球车 车上两个球龙 不是说只给老丈人一个人上台相行吗 怎么出来了两个球龙呢 球车后边还有很长的队伍 队伍的两侧簇拥着许多老百姓 尽管俺看到了一大片毛茸茸的头颅 但俺还是知道他们是老百姓 俺的心里好像还藏着一个念想 俺的眼睛在乌乌鸦鸦的人群里 搜寻着俺的念想 俺的念想是谁还用说出来吗 不用 俺在找俺媳妇 昨天早晨 他被俺爹吓跑之后 俺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也不知道他吃过饭没有 喝过水没有 尽管他是一条大白蛇 但他跟白素贞一样是条善良的蛇 他是白素贞 俺就是许仙 谁是小青呢 谁是法海呢 对了对了 袁世凯就是法海 俺的眼前一亮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俺媳妇夹杂在一群女人的中间 亲着她那个扁扁的白头面 嘴巴里吐着紫色的舌头 正在向着这里钻洞呢 喵喵喵 俺想大声喊叫 大俺的店把豹子眼一盗 儿子 不要东张西望 三声炮响之后 奸行官对着戏台正中端座的袁世凯和克罗德大声报告 卑职高密县正堂禀告巡抚大人 五十三刻道 亲犯孙炳已经验明正身 柜子手也已到位 请大人指示 戏台上的袁世凯 身着一根细长的憋脖子 背上的凹甲像一个大大的锅盖 把袍子撑得像一把油纸伞 就是许仙油壶时借给白蛇和青蛇的那一把 那把伞怎么到了袁世凯的袍子里去了呢 哦 不是伞 是憋盖子 憋竟然能当大人 真是好玩得很 袁袁憋把憋头歪到大灰狼克罗德嘴巴前 叽叽喳喳的说了一些什么憋言狼语 然后他就从身边随从手里 接过了一面红色令旗 斜着往下一劈 这一批肥同小可 快刀斩乱麻 快刀子砍豆腐 一点点也不拖泥带水 可见这个大憋的道行很深 不是个一般的憋 是个高级憋 一般的憋是当不了这样的大官的 当然他比起俺爹来那是差得很远 奸行官看到袁大人把小红旗劈了下来 身体一机灵 个头猛的往上窜了半寸 眼睛里放出了胸光 绿油油的怪吓人的 他的虎须也扎扎开来 虎牙也刺了出来 挺好看的 时辰到 时行 喊叫完了 他的身体又缩了回来 虎须也贴到了腮帮子上 即便是你自己不报姓名 俺也知道 你就是前厅 尽管你的白虎头上戴了一顶乌纱帽 尽管你的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袍 尽管你的尾巴藏在袍子里 但是俺从你说话的声音里 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他喊完了话 拱腰驼背的站在直行床子的一旁 面孔渐渐的恢复了人形 脸上全是汗水 看起来挺可怜人的 十几门大炮又咕咚咕咚的连放了三声 地皮都被震得打哆嗦 俺在跟着爹爹干大活前 抓紧了时间 把眼光往四下里转悠了一圈 俺看到叫场的边上 站满了老百姓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有的还保持着本相 有的变回了人形 有的正在变化之中 处在半人半兽的状态 这么远也看不清张三李四 猪狗牛羊 只能看到一大片大大小小的头 在阳光下泛着亮 俺挺胸抬头 感到十分荣耀 喵喵喵 俺低头看到身上促心的功夫 偏山黑色之多 宽幅的红布腰带 垂着长长的碎头 黑色灯笼裤子 高腰露皮靴子 头上还有一顶圆筒帽子 俺自己看不见 但是别人看得见 俺的脸上和耳朵上 还涂着一层厚厚的鸡血呢 现在鸡血已经干巴了 裂开了许多小缝 拘禁的脸皮很不得劲 不得劲也要涂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俺爹常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因为脸上的鸡血 裂开了许多小缝 所以在俺的眼前 爹恢复了许多的人形 爹现在是一个半人半豹子的爹 他的手已经变化回了人手的形状 他的脸也变化回了人像 但他的两只耳朵 还是像豹子的耳朵 支棱着 薄得透明 上边生着很多刺一样的长毛 爹提安把身上的功夫整理了一下 儿子 别害怕 按照爹教你的 大胆地干 咱爷们露脸的时候到了 爹 俺不怕 爹用恋爱的目光看着 好儿子 爹 爹 你知道吗 人家说 跟支线在一个锅里 轮把勺呢 俺早就看到 球车上有两个球龙 一个球龙里 有一个孙饼 两个球龙里 有两个孙饼 乍一看 两个孙饼一模一样 细一看 两个孙饼大不相同 这两个孙饼的本相 一个是一只大黑熊 一个是一头大黑猪 俺老丈人是大英雄 不可能是猪 只能是熊 俺爹给俺讲的第八十三个故事 就是一头大狗熊和一个老虎打仗 在那个故事里 狗熊跟老虎每次都能打个平手 后来狗熊败了 狗熊败了 不是因为他的本事小 是因为他的心眼太实在 没打完一仗 俺爹说 老虎就去抓野鸡 黄羊 兔子冲击 还去山泉边喝水 狗熊不吃也不喝 气鼓鼓的在那里拔小树 清理战场 他总是嫌战场不够宽敞 老虎吃饱了 喝足了 回来又跟狗熊打 最后狗熊气力不支 被老虎打败了 就这样老虎成了寿中王 另外 从他们两个的眼神上 俺也能把俺的岳父认出来 俺岳父孙炳的眼睛炯炯有神 眼睛一瞪 火星子飞溅 那个贾孙炳眼睛晦暗 目光躲躲闪闪 好像怕人似的 俺感到贾孙炳也很面熟 轻轻一想 俺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他不是别人 正是叫花子队伍里的小山子 是朱老八的大徒弟 每年八月十四 叫花子节时 他的耳朵上挂着两颗红辣椒 扮演媒婆 眼下他竟然扮起了俺岳父来了 这家伙简直是胡闹 俺爹比俺更早的 就看到多了一个人犯 但他老人家什么样的大阵史都见过 别说一个人犯 就是多十个人犯 也不在话下 幸亏多预备了一根爵子 俺爹真是有先见之名啊 诸葛亮也不过如此了 先定哪一个 先定真的 还是先定假的 俺想从爹的脸上找到答案 但爹爹的眼神 却飞到了奸行官前钉的脸上 前钉的脸正对着俺爹的眼 但是他的眼神却是灰蒙蒙的 好像一个瞎子 前钉的眼神告诉俺爹 他什么都看不见 愿意先定哪一个就先定哪一个 随便 俺爹把眼神挪到眼前的两个死囚犯脸上 假孙炳的眼神也很散漫 真孙炳的眼神却是大放光芒 他对着俺爹微微的一点头 亲家 别来无恙啊 俺爹满脸是笑 将两个握成拳头的小手抱在胸前 对着俺岳父做了一个大衣 亲家大喜了 同喜同喜 是您先还是他先 这还用问 俗话说是亲三分相吗 爹没有说话 微笑着点点头 然后俺爹的微笑就像一张白纸被接走了 露出了生铁一样的脸庞 他对着押解人犯的牙役说 嗨索 牙役犹豫了一下 眼睛四下里张望着 似乎是在等候什么人的命令 嗨索 牙役上前 用哆哆嗦嗦的手 开了俺岳父身上的铁锁链 俺岳父伸展了一下胳膊 打亮了一下眼前的刑具 胸有成竹的 很是自信的趴在了那块比他身体窄少许的松木板上 那块松木板十分光滑 是俺爹让县里最好的细木匠精心的修理过的 木板平放在杀猪的床子上 这是俺家用了十几年的松木床子 木头里已经吸饱了猪狗的血 沉得像铁 四个身材高大的快斑牙役一路休歇了十几次 才把俺从俺家的院子里抬到这里 俺岳父趴到木板上 把头歪过来 谦虚的问俺爹 是不是这样啊 亲家 俺爹没有理他 弯腰从床子底下 拿起了那条上好的生牛皮绳子 递给俺 俺早就等得有点着急了 伸手就把绳子从爹的手里抢过来 按照世心演练过的方式 开始捆绑俺的岳父 贤婿 你把咱家小瞧了 俺爹在俺的身旁 专注地看着俺的动作 毫不留情地纠正着俺 记错了自绳扣 岳父咋咋呼呼地反抗着 对俺们把他捆在木板上 表示了十分的不满 他闹得实在是有点过分 爹不得不严厉地提醒他 亲家 先别嘴硬 只怕到了较劲的时候 您自己做不了身体的主 岳父还在吵吵 俺已经把他牢牢地捆在松木板上了 爹用手指往绳子里插了插 插不进去 符合要求 爹满意地点点头 动手 俺脊部走到刀楼边 捏出了方才杀鸡时使用过的那把小刀子 把岳父的裤子揪起 轻快地悬下了一片 让岳父的半个屁股显露出来 爹将那柄吃饱了豆油的枣木锤 提到了俺的手边放下 他自己从那两根谈木角子中选择了一根 看起来更加光滑的 用油布精心地擦拭了一遍 他站在了俺岳父的左侧 双手攥住谈木角子 把蒲叶一样圆滑的尖头插在了俺岳父的尾骨下方 俺岳父的嘴巴还在唠叨不休 说出的话又大又硬 在又大又硬的话语里 还不时插上几具猫腔 好像他对即将开始的刑罚满不在乎 但是俺从他颤抖的嗓音里听出了 从他哆嗦不止的腿肚子上 看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紧张和恐惧 俺爹已经不再与俺岳父对话 他双手稳稳地攥住角子 满面红光 神态安详 仰脸看着俺 目光里充满了鼓励和期待 俺感到爹对俺实在是太好了 咪哟咪哟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俺爹更好的爹了 俺能有这样一个好爹真是太幸福了 咪哟咪哟 如果不是俺娘一辈子吃斋念佛 俺不可能碰上这样一个好爹 爹点点下巴 示意俺动手 俺往手心里催了两口唾沫 侧着身 拉开了马步 脚跟站得很稳 好像爵子定在了地上 俺端起油锤 先用了一点小劲 敲了敲唐木爵子的头 找了找感觉 咪哟咪哟 不错 很适手 然后俺就拿捏着劲 不紧不慢地敲击起来 俺看到唐木爵子 在俺的敲击下 一寸一寸地朝着俺岳父的身体里钻进 油锤敲击爵子的声音很轻 啪 啪 啪 喵 喵 连俺岳父沉重的喘息声都压不住 随着唐木爵子逐渐深入 岳父的身体大抖起来 尽管他的身体已经让牛皮绳子紧紧地捆住 但是他身上的所有皮肉都在哆嗦 带动着那块沉重的松木板子都动了起来 俺不紧不慢地敲着 棒 棒 棒 俺牢记着爹的教导 手上如果有十分尽头 儿子 你只能使出五分 俺看到岳父的脑袋在床子上剧烈地晃动着 他的脖子似乎被他自己拉长了许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想不出一个人的脖子还能这样子运动 猛地一下子伸出 往外伸伸伸到了极点 像一根拉长了的皮绳 仿佛脑袋要脱离身体自己跑出去 然后猛地一下子缩了回去 缩的看不到一点脖子 似乎俺岳父的头直接地生长在了肩膀上 棒 棒 棒 咬 咬 岳父的身体上热气腾腾 汗水把他的衣裳湿透了 在他把脑袋扬起来的时候 俺看到他头发上的汗水动了流 汗水的颜色竟然是又黄又稠的 好似刚从锅里咬出来的米汤 在他把脑袋歪过来的时候 俺看到他的脸胀大了 胀成了一个金黄色的铜盆 他的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 就像拨猪皮前被俺吹起来的猪 喵 喵 像被俺吹上了的猪的眼睛一样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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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姆爵子已经进去了一小半 喵 香香的谭姆 喵 直到现在为止 俺岳父还没有出声嚎叫 俺从爹的脸色上 看出了爹对俺岳父十分钦佩 因为在执行之前 爹与俺考虑了 这次执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爹最担心的就是 俺岳父的鬼哭狼嚎一样的嚎叫声 会让俺这个初次执行的矛头小伙子心惊胆战 导致俺的动作走样 把爵子定到不该进入的深度 伤了岳父的内脏 爹甚至为俺准备了两个 用棉花包起来的枣盒 一旦出现了那种情况 他就会把枣盒塞进俺的耳朵 但是俺岳父至今没有出声 尽管他的喘息 比拉里的黑牛发出的声音 还要大 还要粗重 但他没有嚎叫 更没有哭喊求饶 啪 啪 啪 咪哟 俺看到爹的脸上也有汗水流了出来 俺爹可是一个从来不出汗的人啊 咪哟 爹攥着唐木角色的手 似乎有点颤抖 爹的眼睛里有一种黄黄不安 俺看到爹这样子心中也慌了 咪哟 俺们其实并不希望孙兵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俺们用猪练习时已经习惯了猪的嚎叫 在十几年的杀猪生涯中 俺只杀过一只哑巴猪 那一次啊 闹得俺手软腿酸 连续做了十几天噩梦 梦到那只猪对着俺冷笑 岳父岳父 你嚎叫啊 求求你嚎叫吧 咪哟咪哟 但是他一声不吭 俺的手腕子一阵酸软 腿脚也有点晃动 头大了眼花了 汗水流进了俺的眼睛 鸡血的腥臭气味 熏得俺有点恶心 爹的头变成了黑豹子的头 爹的美丽的小手上 生出了黑色的毛 岳父的身上也生出了黑毛 他的起起伏伏的头成了一个庞大的熊头 他的身体变得大极了 他的力量大极了 牛皮绳子变得又稀又脆 随时都会被绷断 俺的手拿不准了 俺一锤优过去 打偏了 打在了爹的爪子上 也深吟了一声 松开了手 俺又一锤优过去 这一锤打得很 爵子在爹的手里失去了平衡 爵子的尾巴朝上翘起来 分明是进入了他不应该进入的深度 伤到了孙炳的内脏 一股鲜血沿着爵子 拉拉的窜出来 俺听到孙炳突然发出了一声 尖利的嚎叫 喵喵 比俺沙骨的所有的猪的叫声 都要难听 蝶的眼睛里 喷出了火星子 小心 俺抬起袖子 擦擦脸 喷了几口粗气 在孙炳一声高斯一声的嚎叫声中 俺的心安静了下来 瘦不酸了 腿不软了 头不大了 眼不花了 喵 爹的脸又恢复了爹的脸 岳父的头 再也不再是熊的头 俺抖操精神 拿捏着劲儿 继续敲打爵子 棒 棒 棒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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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炳的嚎叫 再也止不住了 他的嚎叫声 把一切的声音都淹没了 爵子恢复了平衡 按照爹的指引 在孙炳的内脏 和脊椎之间 一寸一寸的深入 深入 孙炳的身体里 也发出了闹心的响声 好像那里边 有一群野猫的叫春 这声音让俺感到纳闷 也许是俺的耳朵听邪了 奇怪奇怪 真奇怪 岳父肚子里有猫 俺感到又要走神 但俺爹在关键时刻 表现出的平静鼓励了俺 孙炳喊叫得岳兄时 俺爹脸上的微笑 就越让人感到亲切 他的眉眼都在笑 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好像他不是在执掌天下 最歹毒的刑罚 而是在抽着水烟 听人唱戏 喵喵 终于 唐木爵子 从孙炳的肩头上冒了出来 把他肩上的衣服顶秃了 俺爹最早的设计 是想让唐木爵子 从孙炳的嘴巴里钻出来 但考虑到他生来爱唱戏 嘴里钻出跟唐木爵子 就唱不成了 所以就让唐木爵子 从他的肩膀上钻出来了 俺放下油锤 捡起小刀 把他肩上的衣服挑破 爹示意俺继续敲打 俺提起油锤 又敲了十几下 喵喵喵 唐木爵子就上下匀称地 贯穿了孙炳的身体之中了 孙炳还在嚎叫 声音力道一点没有减弱 爹仔细观看了爵子的进口和出口 看到了各有一缕细细的血 贴着爵子流了出来 满意的神情在爹爹脸上洋溢开来 俺听到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俺也学着爹爹的样子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在爹的指挥下 四个牙翼把那块松木板子 连同俺岳父 从床子上抬下来 小心翼翼地往那座比县城里最高的屋脊 还要高的升天台上爬去 升天台仅靠着席棚的一侧 用原木和粗糙的木板 架设了长长的慢道 爬起来并不费力 但那四个身体强壮的牙翼 全都汗流加倍 把一个个的尸脚印 鲜明地印在了木板上 孙炳还被牢牢地捆在木板上 他还在嚎叫 但声音已经嘶哑 气脉也短促了许多 阿和爹跟随着四个牙翼的背后 爬上了高台 高台的顶端 用宽大的木板铺设了一个平台 新鲜的木板散发着清香的松枝气味 平台正中央竖起了一根粗大的松木 松木的顶端偏下的地方 横着钉上了一根三尺长的白色方木 就跟俺在北方教堂里看到的十字架一个样子 牙医们小心翼翼地把孙炳放下 然后就退到旁边等待吩咐 把绳子松了吧 别让俺用小刀子 挑断了将孙炳捆绑在木板上的牛皮绳子 绳子一断 他的身体一下子就张开了 他的四肢激烈地活动着 但他的身体因为那根谈木角色的支撑 丝毫也动弹不了 为了减少他的体力消耗 也为了防止他的剧烈的运动 造成对他内脏的伤害 在俺爹的指挥下 在俺的参与下 四个牙医把孙炳提起来 将他的双腿捆扎在黑色的树木上 将他的双手捆绑在白色的横木上 他站在平台上 只有脑袋是自由的 我操你牢牢克罗德 我操你牢牢袁世凯 操你牢牢天丁 操你牢牢招架 我操你们牢牢 一缕黑色的血 沿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一直流到了他的胸脯上 喵喵 俺走下升天台田 抬起头 四下里一望 心里就猛地缩了上去 堵到俺 喘气都不流畅 喵 俺看到轿场的四边上香满了人 白滑滑的阳光下 一片人头在放光 俺知道 人们的头上都出了汗 如果不出汗 绝对不会这样明亮 孙炳的叫骂声 跟着鸽子在天上飞翔 向大浪 一波催着一波 滚向四面八方 百姓的里边 是一些木桩子一样的大兵 羊兵 援兵 俺心里有个念想 妙 你知道俺的念想是什么 俺的目光 在人群里寻找着 找到了 俺看到俺的老婆的胳膊 被两个身体强壮的女人抱住 还有一个高大的女人 从后边紧紧地 搂住了她的腰 使她的身体不能向前半步 她的身体 只能往上窜跳 俺的耳朵里突然地听到了 她发出尖利的 像竹叶一样的轻柔柔的哭喊声 老婆的哭叫 让俺心中烦乱 尽管俺有了爹之后 感到他不亲了 但在没有爹之前 他还是很亲的 他大白天都让俺吃过他的奶呢 一想到他的奶 俺的小鸡鸡就叫唤了起来 喵喵 俺想起了他说 滚 滚到你爹那里去吧 死在你爹的屋子里吧 俺不去 他就用脚踢俺 想起了老婆的好处 俺在眼睛里辣乎乎的 鼻子也酸溜溜的 喵喵 俺感到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俺跑下升天台 想往俺老婆那边去 去摸摸她的奶 去嗅嗅她的味儿 口袋里 还有一块爹埋根俺的麦芽糖 没舍得吃完 就送给你吃了吧 但是俺的手腕子被一只滚烫的小手抓住了 不用看 俺就知道这是爹的手 爹拉着俺朝直行的杀猪床子走去 还有一个人犯在那里等着呢 还有一根煮的香喷喷的油汪汪的檀木角色在那里等着呢 爹不用开口就通过俺的手把他想对俺说的话传达给了俺 爹的声音在俺的耳朵里轰轰的回响着 儿子 你是个干大事的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因为一个女人把国家和朝廷的活扔在一旁 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要杀头的 爹曾经多次告诉过你 干咱们这一行的 一旦用白宫鸡的鲜血涂抹了手脸之后 咱就不是人了 人间的苦痛就与咱无关了 咱家就是皇上的工具 咱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还能去给你老婆送一块麦芽糖 即便爹允许你去送麦芽糖给你的媳妇吃 袁世凯大人和克罗德也不会答应 你抬头看看 你岳父曾经在上面演过大戏的台上 现在端坐着的那些大人们的模样 哪一个不是凶辱虎狼 俺朝戏台上望去 果然看到了袁世凯和克罗德脸色铁青 眼睛放射着绿光 好似针尖和麦芽 其他伙子射在了俺的身上 把慌忙的低了头 跟着爹回到了床子前 老婆 别哭了 反正你这个爹也不是一个好爹 你说过 他让一头毛驴把你的头给咬破了 这样的爹被唐木爵子叮了 也就是叮了 如果是俺爹这样的好爹 被唐木爵子叮了 哭一哭还是应当的 孙炳这样的爹别为他哭了 你觉得他被角色定得很痛 岂是未必呢 其实啊 他很光荣呢 他刚才还和俺爹互相道醒呢 钱丁还站在那里 眼睛似乎看着面前的警户 但俺知道他什么也看不见 这个奸行官 鸡巴摆设 啥用也不管 指望着他下令 还不如俺们爷们自己行动 既然邱车拉来了两个孙炳 那就让俺爷们 给两个孙炳都上台相行 俺们已经把真的孙炳 成功的送上了升天台上 从爹的脸色上 俺知道 这活中间出过一点点差错 但基本上还比较成功 第一个马到成功 第二个一路顺风 两个牙役从升天台上 把孙炳腾出来的松木板子 抬下来 放在了杀猪床子上 俺爹悠闲着 对着看守贾孙炳的牙役说 开锁 牙役们把沉重的铁链 从贾孙炳的身上解下来 俺看到了 卸去沉重铁链的贾孙炳 没有像真孙炳那样 把身体挺起来 反而像一只烤软了的蜡烛一样 不由自主的在地上出溜 她的脸色灰白 嘴唇更白 破烂的窗户纸 眼睛翻白 一对正在甩子的小白鹅 两个牙役 把她拖到杀猪床子前 一松手 她就像一滩泥巴一样 围在了地上 俺的爹吩咐牙役 把贾孙炳 抬到搁在了杀猪床子上的松木板上 他趴在板上 浑身抽搐 爹是一 俺用绳子捆住他 俺熟练的 把他捆在板子上 不等爹的吩咐 俺就把那把剃骨头的小刀子 抓在手里 将他屁股上的裤子 撕成了一个缝 然后轻轻一旋 哎呀 不得了的呀 一股臭气 从这个浑蛋的裤裆里 窜出来 这下午 已经拉在裤裆里了 爹皱着眉头 将那根檀木角子 插在了贾孙炳的尾骨下方 俺提起油锤 往前凑了一步 没急举锤 就感到一股 更加恶毒的臭气 扑面而来 俺扔下油锤 捂住鼻子就跑 好像被黄鼠狼子的臭气 打昏了的狗 爹在俺的身后 严厉而低沉的喊叫着 回来 小甲 爹的喊叫 唤醒了俺的责任感 俺停下了逃跑的脚步 逼逼隐隐的 绕着圈子 往爹的面前靠拢 贾孙炳 大概是烂了五脏六腑 一般的水 绝对没有这样可怕的气味 怎么办 爹还在那里 双手攥着谭木爵子 等待着俺用油锤敲打 俺不知道 当爵子进入他的身体时 这家伙的屁眼里 还会拉出什么样的东西 关于俺们今天干的事的重要性 俺早就听爹讲述了许多遍了 俺知道 即便是他屁股里 往外射枪子 俺也得站在那里 轮油锤 但他的屁眼里 放出来的臭气 比枪子 还有可怕 俺稍微靠前一步 肚子里的东西 就打着滚的往上窜 饶了 爸亲爹 如果非要俺执行这个刑法 只怕唐木爵子还没有定出来 俺就被他活活的给熏死了 老天可以啊 在最后的关头 钻坐在大戏台上 看起来好像在打瞌睡的袁世凯 下达了命令 斩首吧 将原定执行的檀香型的人犯 小山子 改判斩首 接到命令后 俺爹将手中的檀木爵子一扔 皱着眉毛 屏着气 从一个离他最近的牙翼腰间 抽出了一把腰刀 一个小剑步窜回来 用与他的年龄不相衬的麻利劲 手起刀落 白光闪烁 眨白眼的功夫 就将真小山子 假孙饼的脑袋 砍落在杀猪床子下 喵